说到这儿啊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戈壁栏目组的 这个小夏天 他可以说 是跟小李是两个极端的 不信你看到话都碰一碰的 正在网吧玩英雄联盟 不小心看见手机里的十几个位阶来电 突然想起女朋友还在外面领雨等我 于是给了自己一发掌 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真是太过分 打英雄联盟怎么能分心呢 过分了啊 你对得起你游戏里浴血奋战的队友吗 我的天你还是不是人呢 打游戏还有心思想这些 强烈谴责你这种队友 小夏呀 你可以说是错得相当离谱了呀 无论干什么一心二用 那都是不对的你知道吧 打游戏的时候你居然开手机 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起组队了 开个玩笑啊 估计小夏马上就会回到单身的状态 不知道到时候你是会开心的 还是会悲伤的 不过不管你是开心 可能不开心啊 反正我们栏目组的已婚男士 杰哥 要是他是开心的 毕竟啊 自从结了婚以后啊 他呀 那可是越来越老轻了呢 很多男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结了婚以后 是会变得年轻的 就像我一样 因为 被老婆揍得跟孙子似的 难兄难弟呀 哥们 我也越来越年轻了 可不是吗 最近感觉我脸上的皱纹 都要被我老婆删没了 我跟你们截然相反 结婚之后 我老婆反而越来越年轻了 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被他拿去买化妆品了 看看 杰哥说的很有道理的嘛 对不对 不过就有一点 说的不是那么准确啊 就是并不一定要等到结婚以后 才变得年轻 我还没和我女朋友结婚呢 现在不也照样被 都得跟孙子说的吗 他这不也变年轻了 所以说这是 说这么做的嘛 还是得有一个这个严谨的态度 我还没和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